记者杨新汉台北报道 阿妹张慧妹推出新专辑偷故事的人 天后将在耀天创举 跨年当晚虽然不在台湾 人会与外甥女安娜 以精彩的声光视觉秀 登上台北101 世界最巨型的LED灯网 TiPad陪粉丝迎接2018年 这是台北101 自2004年底施放烟火来 首度将一人流行音乐曲风 纳入烟火秀的表演 会以流行音乐结合 传统的复古元素呈现 负责本次编曲的柯志豪 曾获金曲奖 金种奖的肯定 音乐作品更涵盖古典刀实验 这次要将台湾传统古调与北馆纳入编曲 结合机事馆弦乐棒播开场 并融入阿妹安娜的歌曲 要让世界听到属于台湾的好声音 为了台北101首创的新年大秀 阿妹安娜日前抽空镜棚 了解视觉导演与整体音乐 想要呈现的效果 拒之这场展现台湾骄傲的烟火 视觉大秀 预计长达360秒钟 张贵妹又与安娜 将登上今年的跨年烟火秀 EMI提供 张贵妹推出新专辑偷故事的人 EMI提供